全世界各國都在注意著 新冠肺炎的發展 不過現在這個時候 還注意到一個人了 那個人叫做金正恩了 因為4月15日是太陽節 但金正恩沒有出現 有媒體就報導說 金正恩因為心血管疾病的關係 動了一個手術 但身體狀況現在如何 不明了 在北韓這個封閉的國度裡面 號稱是新冠肺炎是零確診 但金正恩他真的是新冠肺炎 還是真的是新血管疾病 目前媒體仍然在追蹤當中 全世界各國情報單位 也正在蒐集資料 你就可以看到 北韓是多麼封閉的一個地方了 但是這麼封閉的地方 在我們台灣 台北教育大學的一個教授 楊孟哲 他被學生稱之為瘋狂教授 他進出那北韓 可就有五次之多 為了學術研究 非得深入那險境當中 但進了那險境裡面去研究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 有特務把他找去了招待所 他在這危險當中 脫身了 我們就來看看這北韓神秘的地方 拿個小毛巾這樣跑來跑去 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朝鮮人看到像這種外國人 這樣的瘋狂激動 他們是不可能的 就故意跟他們玩 就這樣玩開來就這樣子 楊教授好High 一點都看不出是在北韓 這是每年四月 北韓都會舉辦的 國際萬景牌獎馬拉松比賽 但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停辦 而他是第一位獲得朝鮮社科院 正式邀請到當地訪問交流的台灣教授 我這裡還有這個很珍貴的一個牌子 這個是他們兩個大人物 金字城 金字城 就是別的才知道說你自己人 不是路邊買的 這很重要 相當於那邊自己人通行 對...就是識別症 從2015年開始 前後五次進出北韓 楊孟哲說就像自己家的廁咖 我現在在朝鮮的平壤火車站下來 我可以走路走到他們的萬壽宮 可是他們的那個萬景台那邊 到廟商山我不會走迷失的 他後來認識我 他主動來跟我聊天 主動來跟我打招 主動跟我拍照 那個時候跟金官拍照 不太可能的 他回想第一次2015年 是寫自荐信給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以研究北韓建築文化的名義 沒想到對方回應了 派出安全局長進行會談 計畫是做什麼 就是這個日地殖民下平壤式的 歷史建築過去與現在 楊孟哲所學專長 是東亞比較文化研究 最大的心願就是出一本 有關日本帝國殘存建築空間的書籍 他到過俄羅斯庫葉島 西伯利亞 還有大陸東北和南韓 只剩下北韓還沒去過 所以他們聽說 台灣跟他們的體育交流 有光光 沒有聽過有邪術交流 而且我們朝鮮 很少跟對外有邪術交流 那我就跟他講這個理由 台灣被統治50年 同樣是這一塊的 悲泣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互相來 做一個比較研究 就這樣子打動他們說 這一點我來請示一下下 但一個月過去 兩個月過去 還是沒有下文 直到半年後 你拿到郵件 他給我一個數號 打個電話 從日本東京打電話給你 我說楊先生 你把這個號碼你記下來 這個號碼你就可以直接 拿到簽證 這個神秘序號 成了通關的重要密碼 北韓正式邀請他到當地訪問 是台朝學術交流的第一人 但周遭親友強烈反對 家人大家都在下文 去那時要幹什麼 發生事情要怎麼樣 我說不會啦 官方都讓你過去的 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大道機場 非常的興奮 他有一點恐怖的那種感覺 但是一下來感覺說 這些官員非常親切 而且空氣笑咪咪的 然後情緒穿得短短的 然後拿東西給你喝 就感覺那個過程 我心裡想說 我們要進入地域 又好像天堂那種感覺 但踏上北韓領土的那一刻起 他才感受到 什麼叫做跟外界失聯 進入到朝鮮 也有那一天是晚上的 感覺霧氣嗎 還什麼都看不到 就有一點恐怖感 然後進到飯店裡面 一下子有電 一下也沒有電 感覺好像是電視傳說的事一樣 不過慢慢地 逐步地適應了環境以後 感覺還不錯 彷彿劉姥姥進大觀園 一切都感到很新鮮 楊夢哲拿著相機 不停地拍仰拍 但不論走到哪 總感覺到一雙眼睛緊緊盯著 這個是他們的商展 所以他們的春秋兩季的 國際大展 然後他們特別帶我去看 然後這個是跟在我旁邊的 金正國老大 幫你解決一些 生活奇蹟的問題 整個喊天一天 這個就是一個 最重要的國家特務 特務緊緊跟隨 嚴密監控 但有一天晚上 他卻忽然被請去招待所 他們問我說 楊夢哲你拍那麼東西 我們將來你回去的時候 我們又努力給你查 你到底拍了什麼東西回去 帶了什麼東西回去 把你當成間諜來查 當下楊夢哲一陣頭皮發麻 但他強作鎮定 因為越緊張越害怕 可能會讓自己陷入危險之中 但我就跟他講說 同志我不是這種人 我要來的時候 大陸的朋友是到我去說 楊夢哲你到那邊要小心喔 說你的朋友 那個中國社科院的 那個李教授 他都知道啊 他就問我嘛 我說我跟他講說 李教授如果 我在什麼時候 沒有回來的時候 我沒有打電話給你 代表我出事了 所以我就跟他講 這是完全是吹牛的 是壯膽啦 是我那麼一個人 對 真的是會怕啦 這麼一講 可能因此讓北韓特務 打了退堂鼓 拍的照片也沒有被沒收 但緊接著楊教授跟兩名特務 去吃飯 三人叫了半隻鴨 幾道青菜 大約四菜一湯 還喝了一點小酒 總共他們錢在一千八百七十塊 給我收人民幣 將近兩百多 一乘一百八來去算 千幾塊他們真的有錢而已 人民幣兩塊左右而已 我們就付了兩百多塊 就是果然就是這樣 用公牌而已 但兩名特務什麼話都不說 看著他被高額鎖備 似乎一切很正常 而疫情期間 北韓封鎖邊境大門 到底是不是真的零確診 又傳出鬧饑荒 還疑似有三百萬人 新冠肺炎死亡 專家這麼解讀 如果真的零確診的話 他為什麼要新改醫院 但是新改醫院的一個目的是什麼 是要收容更多的確診的人嗎 那這是第一個的一個跡象 然後第二個跡象就是 從北韓最近的一個動作 不斷的一個四射這種短程的飛彈 依照北韓過去的一個慣例 它要轉移國內的 例如說是激光或是動亂 或是國內的一些事情的話 它通常會利用這種方式 來去利用這個四射導彈 來去轉移那個國際 對它的一個注意力 用護照 用護照 這一張就是我的簽證 這一張簽證跟我們的護照 一樣大小而已 非常特別 今天會非常開心 楊教授說 一旦北韓解除邊境封鎖 還要再闖一次 而正現在北韓拍的影片 和親身經歷 也成了他瘋狂的珍貴回憶